大家好,我是小玉老师 上一章我们讲了安理云发送短信 那这一章呢,我们来讲一下怎么发送短信验证码 就是说我们短信验证码的一些业务逻辑 还有一些redis缓存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controller 这个controller呢,我们这里定义了一个 发送短信的一个,发送短信验证码的一个接口 当然我们这个接口呢,因为你发送短信验证码 这个用户呢,可能就是说当初还有可能啊 比如在登录的时候,你可能需要 可能会发送短信验证码,那这个用户可能还没有登录呢 所以这个接口呢,我们是不做全线拦截的 我们这里呢,大家可以看 符合这个规则的,我们都是不做全线拦截的 都是promit order 所以这个接口没有权限 参数呢,就有一个手机号 首先,我们这里呢,有一个工具类 有个正德百达斯呢,来教训一下呢,是不是符合手机号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首先观众一下我们这个方法的返回值 就是,就是说你给一个手机发送了验证码之后 你给前端这个接口呢,需要返回什么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类 这个类呢,我们返回一个K 那这个K呢,其实就返回到前端了 到时候前端呢,拿这个K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呢,其实就是根据你刚才生成那个K 还有发送了手机的验证码 来去教验 为什么要用这个K 就是你一个验证码 肯定要有跟一个东西要绑定起来的 就是说你不应该跟手机要去绑定 因为发短信验证码有很多业务场景 你这个发送验证码呢 是这个场景,别的发送验证码又有别的场景 所以说呢,我们这里随机生成了一个K 跟这个发送短信的验证码呢 做一个对应关系 到时候前端呢,只需要把这个K传过来 还有你获取到这个短信验证码传过来 我们就能教验它是否是真正的 真正正确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应用逻辑 根据名字呢,大家就可以看到 生成Code 就是根据这个手机要生成Code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实现 我们这里呢,用了一个UUID 其实这个UUID呢,就是这个K 我们来看一下 最终就是这个K 然后这个呢,是生成,随机生成一个6位的 我们这里生成一个6位的 我们这里生成一个6位的 为什么6位呢?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 暗里云这个短信里面 有要求 应该是有要求的 就是6位 然后干嘛呢? 大家可以看 我们用了一个Map 把这个Code和这个缝呢 放到这个Map里面 这个Map呢,我们把它转换成一个自由串 存到Redis里面去 那这个Redis的K是什么东西呢? 当然呢,我们这个K 其实可以直接用UUID 但是呢,我们这里给它做了一个前缀 就是SMSMAR加上这个UUID 这是便于它这个K的管理 这个就是K 然后Value呢 就是手机号加件这码 这个是一个过期时间 这个过期时间呢 大家可以看 我们这是注入进来的 如果你没有注入这个参数的话 我默认给的是15分钟 同样呢,我们在Page中心里面呢 我们也是有这个参数的 这个地方大家需要注意 Mal 然后默认值 就是说你没有注入这个参数的话 后面这个就是默认值 然后这个呢,是一个时间单位 就是说你这个是分钟的意思 那么这个StringRedis Template 这个是系统帮我们自动注入的 这个系统帮我们自动注入的 我们来可以看一下它这个Redis的这个 SpringBot AutoConfigure 然后呢,大家看一下它这个Redis的这个包下面 有一个Redis一些相关配置 大家往这看 它就帮我们注入了一个什么呢 StringRedis Template 这个呢,K和Value都是String 所以说呢,拿到这个Template 其实你就可以操作Redis了 具体相关的这个Redis Template的用法 大家可以自行的去摆动 这个是很简单的 其实就是K Value 后面是过级时间 如果你是一个永久的 那你,它也有API的 你不加过级时间就是了 我们把这个UID和这个验证码 缓乘到Redis里面去 下面呢,看这个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这里有一个CheckTodaySetCount 就跟你这个手机号 这里有一个 就是我们根据这个手机号啊 我们也给它一个K的前缀 我们先找 有没有这个Value 如果我说 这个Value呢 不等于空 我们呢 因为它是一个String的呢 我们把它转成数值 如果它当天发送的呢 已经大于这个东西了 这个DayCount DayCount的呢 也是配置的啊 在这个里面配置的 我们配置是30 也就是说 一天我们最大 让它发30个 如果你一天 已经发送30个验证码了 我们这里呢 直接去跑一场 这是这块 如果是检查通过了 比如你一个没发 是吧 我们你用出来一个短信的对象 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手机号设置一下 还有它发送短信的需要的一个参数 这个Code呢 对应我们创建的这个模板 这个模板里面的这个Code 这个Code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发送短信的记录呢 保证下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save方法 这个save方法呢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把这个Maf呢 转成一个死精珠串 对应到我们表里面的这个字段 然后把这个创建时间 更衣时间 还有当天呢 存到数据库里面去 大家可以看 这是一个音色累据 是吧 插入之后呢 它会生成一个自征组件的IDE 继续回到这里来 插入了短信发送记录之后 我们这里呢 就开始发送短信了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实现类 这里呢 我们这里是一个逆步的方法 逆步的 这一块就真正执行 阿里云的这个短信接口了 这个已经讲过 先保证短信记录 再发送 发送 完成之后呢 我们这里回到这里吧 这是发送结果 因为执行到这里呢 它其实已经把这个短信的操作记录 已经插入了 是吧 拿到了发送结果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发送结果呢 在update update的到数据库里面去 这个update呢 有各种的ifvirus 所以呢我们写到这个mapper里面去 是吧 就是发送结果等等 然后呢 然后呢 你发送完之后呢 我们在座里呢 做了一个统计 给这个手机号呢 拼上这个前缀 然后呢 把这个k呢 加1 这个就相当于 i++或者++i 是吧 给它加1 增长吧 加1之后呢 我们给它设置一个过期时间 这个过期时间呢 这个过期时间呢 就是一天 因为我们这里呢 这个次数呢 其实是我默认的是以天为单位的 就是你一天能发生这么多次 那比如说今天 是4月9号 我们大家观众一下这个k啊 4月9号 那我们看 它这个k里面呢 其实就包含有日期了 你比如说你到了4月10号 那它又是不同的k了 那它的老的k呢 也不用管它 因为我们设置了有过期时间 一天之后呢 它就自动的消失了 这是发送短信验证码的核心逻辑 就是说我们先生成一个UUID 再生成一个短信码 是吧 把这个UUID呢 跟这个短信码呢 放到redis里面 是kvalue的形式 放到redis里面 然后呢 再把这个发送短信的记录呢 保存下来 再真正的发送短信 然后呢 再把这个UUID呢 给前端返回过去 这个是发送短信验证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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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